地球之有种树已经种了25年了 每年我们都来种树 自从2005年到现在 我们种了8万5千棵树 我们与9300个市民一起携手 绿化香港保护环境不为余力 渔龙自然汇理署在2009年 展开了郊野公园植林优化计划 香港地球之有每年都会组织种树活动 绿化郊野为地球降温 同时也会增加郊野公园的生态价值 和生物多样性 不单止这样 还可以提升树木健康减少虫害 我们的共同愿望 是将香港变成一个森林城市 一个宜居的城市 今天我们在大滥郊野公园种树 为什么大滥郊野公园呢 其实是根据 《鱼龙自然护理署》的建议 在这里种植本地原生的树木 香港地球之有 参加了郊野公园植林优化计划 承诺在不同的郊野公园 种树和护林持续5年 可想而知 是需要带领人力、物力 需要公众和企业的长期支持 在这里 我很感谢今年所有的赞助商 出钱又出来 一起实践社会企业责任 近年香港气候变化威胁越来越严重 很多极端天气 例如风灾、水灾 香港已经越来越热了 增加陆化面积 是为地球降温的好方法 大家知不知道 每年香港人排放的温室气体 达到6公斤 智能减排 中树减碳 你又一定要做到 知不知道我现在种的是什么树苗呢 答案是木河 为什么是木河呢 因为木河是香港的本土品种 比较适合香港的气候和水土 会生得快点 和生得好点 今天我选了种泥索椎 为什么会选种不同的绍种呢 是因为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 吸引多些小鳥、昆虫 可以提升香港郊区的生态价值 其实种树都很需要细心 所以掘一个深一点的洞 原来足够空间给小树苗来跟 然后再用一些梨勾起 再用脚轻轻踩实 加一点水滋忍一下小树苗 希望它开始成长啦 这棵小树苗有多高呢 让我量度一下 是有30cm那么高的 这棵树苗虽然少 但它吸收到不少的二氧化碳 是舒缓气候变化的好帮手 种树很重要 其实护树都一样重要的 地球之后会定期安排不同的机构 和公众去除草、撕肥、淋水、凉树 防虫、防火、防干药等等 由此可见 健康的小树苗是需要不少时间和生命的 香港人很喜欢行山 健身保持健康 交易公园提供的活动空间 很有价值 来啦香港人 跟他们一起种树吧 香港绿一点 香港人健康一点 十年树木 小树苗要健康成长 是要经长年累月才可以变成树 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成梁 我们要珍惜现在 栽种未来 一棵小树苗每年可以吸收到6公斤的碳排框 大的树可以吸收到20多公斤的碳排框 我们种多些树为地球降温 栽种 高協,高協,高協